吹牛大王力险计 第三章 随机应变的我 看了前面那些故事 你一定觉得我在吹牛 哈哈 你如果那样想 只能说明你没见过什么世面 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那样的话 我建议你继续听我讲下面的故事 因为接下来的故事会更有趣 有一次 我带着一只新猎枪出去打猎 因为只是打算试一试新枪 所以没带多少子弹 打了几只野兔后 子弹就用光了 可偏偏就在这时 我的脚下扑腾飞出了一群这姑 放过就在眼前的猎物可不是我的作风 于是我麻利的端起枪 并在枪膛里放入一根小铁条 这铁条本来是用来擦枪用的 接着跑到这姑跟前 把它们碾飞起来 然后砰的放了一枪 这姑们是一只接一只的飞的 而我的小铁条正好一只一只的穿过他们的身体 一下竟穿了七只 当我捡起掉在地上的七只这姑时 不由得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都是烤熟了的 真的 他们都是烤熟了的 不过想一想 其实这也很简单 因为开枪时小铁条在枪膛里被烧得火烫 这姑被它一穿 自然就烤熟了 而我连火都不用生 就有一顿可口的午饭 这可真让人欢天喜地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就是善于随机应变的好处 而对我来说 随机应变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比如那次 我在俄国的一个树林里遇到了一只黑狐狸 这只狐狸的皮漂亮极了 要是用子弹打会把皮毛弄坏 那样实在太可惜了 不过 我是个非常善于随机应变的人 所以 一分钟也没有迟疑 卸下子弹 就把一根缝鞋用的针装进了枪膛 然后 瞄准狐狸开了一枪 射出去的针一下子就把狐狸的尾巴 钉在了他身后的大树上 我扛着枪走进狐狸时 嘿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只狐狸竟然一扭一窜 瞬间脱下身上的黑色皮毛 光溜溜地逃走了 而我就这样得到了一张完好无损的黑狐皮 还有一次 我在波兰的一个森林里打猎 当天黑下来的时候 我的子弹都用完了 只有掉头往家的方向走 这时 一头熊张着血盆大口朝我扑来 想把我一口吞下去 我连忙从口袋里翻出两块打火石 然后 把其中一块准确无误地 扔进了熊张开的嘴巴里 打火石可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 所以 这头熊立即停下来 并转了个方向 试图把已经进度的打火石弄出来 我瞅准机会 把另一块打火石 从熊的屁股里扔了进去 嘿 是的是从屁股里扔进去的 而且 这块打火石 还和熊肚子里的那块 发生了猛烈的碰撞 然后 轰的一声 熊就死掉了 显然 是打火石碰撞时产生的火 要了这头熊的命 关于熊的故事可不止这一个 只要你们愿意 我将非常乐意讲给你们听 好吧 继续讲故事 另一次跟熊的较量是这样的 那次 我刚从枪上卸下打火石 准备把它磨尖一点 突然 一头大熊吼叫着朝我扑来 情急之下 我只好匆匆地爬到一棵树上 先躲避一下 然后想办法扭转战局 可是很不幸 在我爬树的时候 我的刀掉了下去 要知道 如果没有刀 我就没法扭动螺丝来装打火石 也就没法开枪了 同时 我又不想像之前一样 把自己打得眼冒金星来点燃猎枪的火药 因为那样实在太疼了 怎么办 怎么办 那头熊已经开始抱着树干往上爬了 我必须尽快想出办法来 嘿 这一激动一着急 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有了 当时 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外面的气温滴得滴水成冰 所以 我立马解开裤子 对着树下的刀尿了很大一泡 尿液瞬间就凝结成了一根长长的冰铃 并把刀也冻住了 我抓起冰铃轻轻一提 刀就跟着冰铃上来了 接着 我迅速地用刀扭动螺丝装好大火石 然后 朝着快要靠近我的熊开了一枪 砰 危险瞬间解除 而我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猎物 哈哈 这样的主意 算不算千钧一发时的神来之笔